行政院會通過青年就業領航計畫 設置青年教育就業儲蓄帳戶 從明年開始 不住高中職畢業生可以選擇先工作 三年最多36萬 今年的高三畢業生就是第一批實用對象 但問到高中職學生看法 多半希望可以繼續升學 我不會選擇時間去工作 因為我不想那麼快步入生活 想多體驗一些學生的生活 然後再步入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這是很好的管道 因為有些人可能就不想升學 想直接工作 然後如果政府給我們這些 就是他會給我們一些錢不是嗎 然後可以讓高中畢業的人 直接去就業 這樣是多一點保障 不只保障最低工資 還按月補助 教育部每個月補助就學 就業和創業準備金5000元 勞動部也每月也補助 穩定就業津貼5000元 兩項加起來 三年共可領三十六萬元 對家庭經濟較為不佳的家庭 相當有吸引力 進大學嘛就要具備 我們就是學習 我們自己所想要的能力 然後以後再出社會 因為有些家境也不一定是那麼好 那就會覺得我就業比較重要 這樣可以置入家裡 那可能就而且工作也穩定的話 那就繼續工作就好 那就因為斷開的話以後還回去 結果可能比較有困難方面這樣 政府教育心方針 不用急著念大學 先工作再讀書 面對這項計畫 有家長認為也是一項不錯選擇 但校方希望可以再給學生 很多點生涯指引方向 如果說他已經就業之後 就不想再讀書 我覺得這也沒有什麼不好 如果一個人生 如果只要不所協助 如果他是認為說 他繼續就業是一個很好的方向 我也覺得值得鼓勵 所以我覺得不要說一直讀書 讀到說讀到博士什麼樣的層級之後 再去就業 所以我想說這個社會歷練跟經驗 可能我覺得又要重新在那個階段 那個年齡之後再去摸索 我覺得似乎慢了一步了 可能會有的家長會覺得說 那你就去啊 你就申請 你就先不要念書 可是有可能學生很想念書 然後家長會推他 說你去工作 你看又可以多領一萬 我覺得很有可能這個狀況 可是學生可能是想去念書的 這樣 對 然後所以我覺得在原住民這塊 一定要有更強力的輔導 或是就是有個機制 是可以幫助他真的做他想做的事情 高中職畢業後 不升大學先工作 政府還幫你存錢 三年後可提領三十六萬元 用於創業就業或回到學校 但看似利多的教育方針 學生家長是否買單 恐怕還得正式上路後 才會知道是否真能落實學以致用 記者摩拉斯大陸 新北市樹林採訪報導